去日本一家电视台报道 二支县钢旗市第一处公路服务站 日前推出在暗处可以发光的荧光拉面 每晚价格为1200日元 约合人民币76元 服务站声称其配方属于商业机密 站长说之所以销售这种拉面 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 这里有美丽的萤火虫 希望大家前来参观